我给同学们讲过 我在年轻的时候 有照片 终于可以看看 真的是不服短命之想 我自己都很清楚 如果你没有服 帮助你得福报 没有寿命 帮助你延长寿命 用什么方法 老师就是劝我们 出来修讲解 这是第一符 自利利他了 自己觉悟了 帮助别人觉悟了 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好 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快 那个时候 大概我们有五六个同学 福恨不 我是其中之一 老师叫我 我完全接受了 老师告诉我 讲经三种布施 一次具足了 你讲经要用身体 身体 是 内才不是 不是个听众 你要学习经教 你不好好的学习 讲不好 讲不出来 这是法不实 修财师 修法师 无为在其中 念念 希望自他 业障消除 佛会增长 这个就是说于 无为无事 一举三得了 改造命运 没有命中 没有佛会 不是坏死 是好死 闻到佛法 容易接受 如果命里头 是大富大贵 反而对于修学佛法 产生障碍 不肯确 不是坏死 我如果命里有佛会 不知道造多少罪业了 没有佛会 想做坏事 没有能力 没有缘分 那学了佛之后 明白了 绝对不会是坏事 所以绝对不要抱怨 哎呀 我贫穿 我贫穷 这个贫贱 没有财富 没有身份 自己怨恨 自己的错 你是修学神道 你越老佛报越大 越老越想父 这个好 不要年轻的时候 父想完了 老年受罪 那就可怜了 年轻受一点罪 不在乎 有身体可以能扛得过去 你老受罪是真苦